这打案子 不光要打证据 还在打人心 打人心也很重要 这方面呢 你做得比我强 什么 你做得比我强 好好好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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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行啊 楠楠都承认我的优秀了 我明白 你那意思呢 想 照猫画虎 就是我当时怎么磨张如梅 你现在就想怎么磨佐纳他妈 我这叫跟你取经 好好好 这经啊 还真不一定能取得来 这个 这俩事吧 他情况他不太一样 张如梅跟孙建业呀 他们没这么复杂 你这个佐纳他们家 这根本就没法说 很难谅解 再加上呢 你说我去磨张如梅 我没事 我跟张如梅又不熟 我就天天的不要脸 我就堵着就得了 咱跟佐纳这关系 你怎么上人家天天堵着去 等佐纳开车上班去了 你就跟那儿等着 等着阿姨出来 你磨蹋 这不现实 你说我怎么办呀 这事你就别那个呀 你来人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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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主任在吗 找主任是吧 我们主任那个 布总来律所 您是跟他提前约了吗 没有 我想问一下 谁负责朱欣欣的案子 我想跟负责这个案子的律师聊聊 那 那个 那确实真不行 我们所里有规定 这个和本案无关的人员 我们律师也没有权利 和人家聊委托的案件 抱歉啊 我是贝文乐的母亲 就麻烦你了 帮我找一下这个律师行吗 不 您要是这个身份 我们就更不好说了 我们得征求当事人的同意 也就是祝欣欣 我希望能求得欣欣的亮解 我们愿意赔偿欣欣的 真的 好好好 我替您转答 好吧 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潘 潘岩 加个微信 以后方便联系 别 别 别 阿姨 您别让我难做 我们真有这个规定 不能和您留微信 这样啊 那个 您在这个登记表上 您把自己的那个 电话号码留一下 我们先去征得欣欣的同意 欣欣要同意了 我们再通过这个电话联系您 行吧 好 谢谢啊 楠楠 楠楠 那阿姨是谁啊 我不知道啊 估计啊 挺有钱的 你怎么看出来了 你看他背那包 你还懂包 必须的嘛 嗯 楠楠我听明白了 我就一个问题 问 是不是我要离开荣科了 左大剑利用不上我了 所以杜楠才让您来找我 是杜楠让我来找的你 但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原因 你对杜楠有误解 你觉得他就是那种 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人 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律师也要吃饭 我都能理解 左南 我最不喜欢别人说 咱们这个职业就是 谁给钱咱们就替谁说话 好像我们完全没有立场 完全不在乎公平正义一样 那 荣科揭露左大剑的委托 我妈又是受害者 您所谓的公平正义在哪儿呢 律师只能忠诚于 委托人的利益 也就是左大剑的利益 律师确实要为 委托人的利益着想 尽到忠实前面的义务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律师的利益和 委托人的利益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什么意思 委托人的利益 永远是委托人的利益 他只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考虑问题 他不会考虑到公平 但是律师 我认为的好律师 有职业荣誉感的律师 一定是要把追求公平正义 放在首位的 我从来不会把我自己的身份 和当事人的身份混同 我会认真地听他们说什么 但是 不会丧失自己的思考 判断 也不会丧失公平 我记得我刚来荣科的时候 有一次跟实习律师开会 潘岩说一句话 他说他想看到 这个世界的公平和正义 我当时觉得有点幼稚 可是后来一想 我自己当初学法律 想要做律师这一行 不就是这个初衷吗 如果我们律师这个职业 就是有钱能使鬼退磨 谁给钱替谁说话 谁还会尊重我们 我们行业的荣誉感在哪儿 那给我妈妈的公平在哪儿呢 我们会站在公平的立场上 跟委托人说实话 让他认识到你慢慢遭受的 不公平和不公正 尽量尽力 帮助双方修复弥补 尽量不要两败俱伤 尽量不要零和游戏 我倒希望这事能拿钱解决 但你不了解我妈吗 我妈觉得 她如果再向左大剑要钱 那就让左大剑再侮辱她一次 钱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她会觉得 为什么左大剑可以跟那个女的 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她就要孤独重劳 她真的会抑郁的 这个我能理解 那你妈妈 到底想要什么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左大剑跟蔡小蕾必须受到惩罚 这就是我妈要的公平 老师 贝勒她妈来了 说想跟她约个时间见一面聊聊 贝勒她妈 她想聊什么事 就是说问咱 能不能跟欣欣商量商量 让她出去谅解书 那这样 你让她们联系方式留下来 然后跟她说我们可以转告信心 但是信心怎么决定 就是她自己的事了 这种刑事案件 我们必须得绷紧和职业敏感度 我们跟自己客户聊的时候 都要特别地谨慎 更何况是跟对方 律师出事 大部分都是出在这几个环节 我明白 谢谢老师 等会儿 等会儿 闻点事 你跟左大关系怎么样 挺好的 那你去劝劝她 其实也一般 行 行行行 好 我努力 有没有老师 谢谢 我都是按照左大健交代我的 我去做的呀 那老春雪 我也去谈了 人家不同意 让我怎么办 没错 左大健就是这种人 只要他感到不满意 你再听话 再跪铁人家 人家该翻脸就是翻脸 他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在于蔡小蕾 蔡小蕾啊 一直想让左大健 用他推荐的律师 那咱们是左大健的代理律师 站在他这个角度想的话 那不是被 蔡小蕾就捏在手掌心里了吗 我有这种感觉 不是 他真的要换律所吗 他让退律师费呢 那凭什么呀 我是靠本事我赚的这个钱 那他要是反悔的话 让他去告我 看法院怎么判 兄弟 来 我告诉你啊 咱让人家找到差了呀 人家让你保密 先别告诉左呢 你接了他的委托 怎么了你 你说了 我就说接了个委托 其他的什么都没说 你就应该守口如瓶 反正我跟他打了一个马虎眼 就说 我在找你了解了解情况 不能过去了 要不 咱们再像以前一样 打个配合 你去找左大健道个歉 毕竟咱们也没什么损失 互相给个台阶嘛 这个左大健 肯定是被那个女人凶了几句 你还是吗 面子上挂不住 自己女人又舍不得骂 就把气撒咱们头上 我说你呀 就站在他的角度想想 他肯定心烦嘛 老婆老婆要告他 小三小三跟他闹 自己青春女儿理都不理他 我说你呀 就站在他的角度想想 客户给的律师费 就包括了挨骂 和受委屈的钱 道歉是没关系 即便是咱们没做错什么 伪心地去道个歉 我也不会觉得委屈 但是 对于蔡小蕾这种人 没用 要不我让廖松婷 做做蔡小蕾工作 大可不必 对 蔡小蕾呢 她是让我呀 老春雪那个证据确凿 她让我们跟她一起不承认 还让我找什么公众号 给老春雪泼脏水 这种事我真的我干不了 如果我这么做了 我真的是我找不到任何理由 我怎么去面对佐纳 我同学 主任 您也别为难 您就给她们 换个主案律师 你别冲动 我真不是冲动 谁不让客户满意 就把谁换掉 这条铁律是我定的 如今呢 轮到我 一视同仁们 多 这这件事情特殊 蔡小蕾和左大剑这两个人 是互相离不开对方 又互相防着 你就是个替罪羊 所以我说你就 跟左大剑气消了 去说个软话吧 昨天您给我发信息呢 我这一宿 就几乎就没睡着 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除了工作就没别的 每次跟父母通电话 就那么两三分钟 就赶紧给挂了 但是跟客户不一样 跟客户打电话 我们每次都四十分钟起的 说这些个委屈 还是说抱怨 觉得都是咱们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说呢 便就千万别为难 就把我换了吧 正好趁这段时间 我也放松一下 沉淀沉淀 咱们这行业最委屈的就是 我们为客户全力以赴 两肋插刀 他们还不信 我们是为他好 吃饭 吃饭 串手 串手 我跟总大姐说两个互动 实力挺好啊 姐 嗯 那个 跟你说个事呢 嗯 我老师 让我游说你 你等等 等等 我别说完呢 他是这么说的 但你说 凡这关系 是吧 在车里我都说了 我说姐 无论你怎么选择怎么决定 我永远占你 我要这会儿过来游说你 我不又当又 对吧 我肯定不能这么做 但是呢 我老师 给我这作业吧 我还不能不完成 所以我这么想 沉淀 跟你胡说两句 你甭管爱听不爱听 到最后你来一个 不考虑 我的那边好交差 那行吗 谢谢 你给我作证啊 一路要问你 你就好好说 我作证 你看啊 我想一招 咱肯定是不能原谅你吧 对吧 毕竟他那个过错方嘛 他做了那么多事 原谅的 我们也不能替你原谅 但是呢 不原谅 不代表就 不接触 不见面 咱们可以见 见面不代表我原谅你 而是要跟你谈条件 对吧 那条件那就得听咱的了 像你这种情况呢 上法庭 法院判 大概就判个四六 就算他是过错方 你们拿六 你爸拿四 那我觉得这不够 你不想跟我见面吗 见面可以谈 咱就多谈吧 一九分 是吧 你想啊 蔡晓蕾跟你爸 为了什么 你爸是对钱没什么感觉 可蔡晓蕾看中的是钱 要不然你爸那么大岁数 他为啥看着他 涂 涂他岁数大涂他不洗澡 这一九 他没有法律依据 你要啥法律依据啊 对 所以吗 你看那个 没有法律依据 所以法院不给判 所以就只能私了 只能咱们谈判 就多好 你考虑过对方律师 会不会同意吗 考虑对方律师干什么 他是对方律师 难办了 难办了是不是 那义律部也是 参与进来了吧 不是 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 一个可行性 对吧 具体咱们可以再谈嘛 你是不是真在这儿 不说八道呢 那可不就活了呢 行了 我们慢慢吃啊 行 那 那你就回去 琢磨琢磨就完啊 无所谓去 行了 行 完活 你是认真想着他们谈判吗 他们谈判跟我有啥关系 我老师又没给我这作业 我老师给我的作业就是 问问他 劝劝他 我问完了 我也劝完了 那你交作业就交五分的 那我也不能太向着你们这边吧 我得一碗水端平啊 我不是说 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不吃啊 我吃不下去啊 我不吃你也别假我的 谢谢你啊 医生 没事啊 不要紧张 爸爸再赞叹你啊 我去 阿姨 我背包来了 你 你坐下 我坐下 好好好 坐下 谢谢 谢谢 欣欣怎样了 你坐下 我在里边啊 那个 易律师让我过来跟您聊聊 她跟您说了吧 简单说呢 姐姐 其实他们以前已经找过我几次了 让我图谅解书 让我开架去 那你拿一袋 真的 这事您跟欣欣提过吗 没跟欣欣能说吗 最好还是不能提一嘴 你跟她说啊 因为她是当事人嘛 也是受害者 一切呢 都得取决于她 如果是欣欣说啊 就得通过这个法院判决 来实现自己的正义 那咱就不谅解 你知道欣欣这人 医生说她是那种叫做 讨好行人格 是是是 她宁愿难为自己 也不会对人家说 看得出来 故事 你知道她 好说话 所以我要一跟她说 跟她一说 说好话她不就答应你 反正 回头您就跟欣欣再商量商量 如果说咱最后确定了 就是不谅解 我就跟贝勒丹那边 就回了 我跟你说 就甭见了 咱就法院是见的了 那你 你跟我分析分析这个 如果出了谅解书 那好处在哪儿啊 好处 就是您看现在这个案子吧 还在这个公安侦查阶段 然后呢 等移交这个检察院 然后咱们再判 估计怎么着也得一阵的 但是出去谅解书呢 肯定马上就能拿出钱 而且呢 那得比法院判得多 可是从量刑上的 就得着定从轻了 你说这个信心 天天这么 信尾医生治疗什么的 到这都得需要钱 我天天这么陪着他 不能上班 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家里还有个弟弟 但他爸现在知道这事 也气病 没事 你说这 这 这人我 我真的没办法去谅解他呀 我怎么去谅解他 我怎么去谅解他 好 还事了 咱们要回过来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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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阿姨 阿姨 你严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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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严谅了 你严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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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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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你好 商严 商律师 你好 您坐 你坐 您请 你请 杜律师呢 知情一直是他跟我联谊 对对对 现在由我来负责您这边 明白明白 得罪蔡小蕾了吗 蔡小蕾特别阴险 一直让公司欠我股份 我跟你说 大建装饰一开始 就是一个小破装修公司 没我就没有他做大建今天 我们一开始的股权分配 是他跟我姐各占25% 我一个人占50% 我姐这人恋爱脑 再加上刚生了娜 一运上三年 让左大建一忽悠 就把他那25%全都给左大建了 这样一来 我跟左大建就都成了50%了 我为什么恨这个蔡小蕾 就是他不知道从哪弄来 两家私募公司 各投了一个多亿 人家那每家占3%的股权 我跟左大建就都成了47%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两个人 谁也不能一个人说说算了 得兄弟同心 这也是一开始 我们这么设计股权的原因 大家有商有商嘛 对吧 公司增资阔股 引入新股东 这个事 需要召开股东会 而且需要修改公司章程 您是公司股东 占50%呢 那这个事 他们得经过你同意才行啊 一开始我是同意了呀 这个蔡小蕾太能忽悠人了 你别说左大建了 我一开始都让他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这两家股东进来之前 给我把这个秉化的那叫一个大呀 说是我跟左大建轮流坐庄 三年一轮换 可真等人家 投资方一进来之后 股东会董事会议开会 投资方全都无条件地支持左大建 我成了嫌棄狼子了 左大建就一直坐庄 一开始还有什么事跟我商量商量 到后来连招呼都不够大 你说我气不气 这太气人了 后来我跟我姐说 我说这蔡小蕾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我姐还不信 老觉着我在蕾都挑事 老先生 你叫我春蕾就行 你姐跟左大建的官司 您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早就该告往后还要起诉离婚呢 我跟你说 我姐未来三五年主要任务就是打官司了 那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官司真打了这么久 对大建装饰会不会有伤害 私募投大建可是为了上市 可创始人离婚 我跟你说啊 对公司上市影响非常大 这我还是没想到 我说是左大建最近不提离婚这茬的呢 那会不能不让我结离婚呀 也是 能不能这样 这事不要走速速 我跟你说啊 有很多事情通过谈判解决 效果更好 效率也更高 你比如说 可以把返婚财产 离婚财产分割 以及您在公司的股份地位 可以一起谈 一起解决掉 行啊 我没问题 我同意 那您就得劝劝你姐了 你姐现在是坚持要诉诉 那你太不了解我姐了 那一开始我姐喜欢左大建的 是不是 谁跟她说左大人家不好 她都不信 生生死死要跟人宰块 现在左大建把她给伤透了呀 她也彻底失望了 你现在让她放过左大建 我可说不了 我那会儿让她 别把股份给左大建 她都不听我的 那你觉得我现在跟她说 她能有用啊 你姐有没有律师 我们跟她律师谈谈 光我跟老雪儿 就给她找了好几个了 跟人见面一接触 没瞎玩了呀 我跟你说 她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是就听左纳的 那哪不是在你们那儿 明白了 你们这是搞不定左纳 我这外申闺女 就那样 你想啊 蔡小蕾跟你爸为了什么 你爸是对钱没什么感觉 可蔡小蕾看中的是钱 你不想跟我见面吗 见面可以谈 咱就多谈 一九分 姐 你想想 她左大建真要是身败名裂了 对娜娜肯定是有影响的 姑 您就想 万一您把左大建给打垮了 蔡小蕾也不要他了 您是出气了 那左大建老了病了残了 还不得左纳管啊 您别忘了 孩子是有赡养义务的 就是 左大建 现在也很痛心 也特别内疚 据我的经验 现在是一个最好的谈判时机 一九 以后每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同意再谈 不同意拉倒 还 还有我那股份 咱们的股份 一九开 还要 什么事 纯收入百分之二十 老春蕾还得回到公司决策权 老璇还要当公司监事 你这 什么呀这是 您怎么做的工作啊 老女士开价了 说明她愿意谈了 对 这总比 只要上庭不能谈要好 至少 设个可以谈判的好信号 我 我没有漫天要价 至于这么做的一款钱 您当时是不是跟她说过 你们的夫妻财产所有都给她 是啊 我说这别墅 还有我们俩存款都她的 可她现在要要我每年 个人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一九开 一九开就意味着我的 股票 投资 你这一九开就意味着我的 保险 这不是扯啊这 扯嘛 干什么就是普通离婚 那不是赶尽杀绝啊 是吧 就算法院判 判我真的出轨了 那也 也不至于这样吧 我能给她已经都给了 她还不满足吗 那我以后还活不活 那您的想法是 给她多少 我还是我能给她 我 房子 钱都给她 都 都是她的 我 座总 这边呢 是我整理出来的一些 提婚案例 您可以看看作为参考 易律师啊 之前在英瑞所 代理过一些 比较著名的企业家的 离婚戏产案件 这一产离婚 毁掉的不止是一个家庭 还有一家企业 走啊 不过我不看你就说吧 这些呢 都是公开可以查询到的资料 之前这个霸道集团 你知道吧 他们本来集团的市值 是九百多个亿 最后因为离婚案 打到四个多亿 还有 九百个亿 最后剩四个亿 还有黄瓜网的创始人 离婚 财产保全 错过了上市的最佳时机 直接就损失了二十多个亿 这些案件 相信老女士也很熟悉 她的女儿 侄女 都是学法律的 你们是对方的这个事吗 日记之笔 我们要了解老女士想要什么 还有可能谈成 这还董事长 啥妻案啊 那个案子其实 不应该发展到这个地步 就是妻子离婚诉讼 财产保全 然后董事长资金链 一下断了 移动之下去找妻子理论 激情杀人 所以嘛 你们 你们就应该好好去做 劳春雪的工作 就像给我分析案例一样 你好好也给她分析分析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退一步海国天空 你逼我 你逼最后最后 你搞不好 我们会去再找老女士 好好谈一谈 现在她愿意谈 就是进步 不 不用 算 看 这个决定 总那不知道吧 这就是总那提出来的条件 那 那 别让 我让你 那坐那跟我来聊吧 rebuild 您确定吗 确定 他不会让杨绝把咱们给换了吗 杜律师怎么得罪他了 你也知道了 我不知道 但是主人跟我说 以后这个案子直接跟他汇报 杜律师要休假 我就在想 这么大的案子 这么大的客户 杜律师怎么可能休假 这不是他人设 你觉得 佐纳会跟他谈吗 杜一个吧 杜什么呀 杜佐纳会不会跟他谈啊 佐纳 杜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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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过来找我吧 我真想你了 等 等我忙完吧 我忙完手头上活 我就过去了 好吧 事实是基础 对错是前提 人性老好歹 律师应该独立于当事人的情绪 站在公正的立场 做正确的事情 才符合法律人的深存 来 阿姨 你跟咱们找这儿来了 阿姨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你帮帮阿姨好不好 不是 这 这我 真没法帮啊 您这个 阿姨就求你一件事 你能不能告诉我 西欣家住哪儿 或者是在哪儿能找到她 阿姨就想当面跟她认个错 向她赔礼道歉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说 是你告诉我的 阿姨 跟这就没关系 你甭说我不知道 欣欣他们家在哪儿 就算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您 您看今天您在诊所闹这么一出 您觉得欣欣又受刺激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今天是我的不对 是我太鲁莽了 实在是抱歉 但是阿姨知道你跟欣欣关系好 你就帮忙阿姨说两句好话 让她见我一面 我就想当面跟她认个错 我想替我儿子做个弥补 真的 不是 阿姨 别别别 您别这儿啊 求求你 这样 这样阿姨 我回 我问问欣欣 欣欣要是同意跟您见面 我就通知您 好吧 真的 你谢谢你了 行 没事 没事 这是阿姨做了一点小点心 不不不不 小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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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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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沛岩 回来了 你干什么呢 说事了 这 这什么东西啊 贝勒他妈 给我送礼来了 送礼 你收了 没收啊 就追着 没追着嘛 这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你这样摆是最直观的 他不好看啊 他 这 落下这 你就是摆出花来了 有什么用啊 你就是不长记性 你当时就应该拒收 你现在收下了 他就可以诬陷你 就算你把这钱还回去了 他也可以说里边钱少了 你别老说风帘话了行不行 那战士说话不腰疼 当时那情况 电光火石 他把这兜子往屋里一扔 扭头又跑 我根本没追上 把这兜子拿起来 还破了 你跟一律说了吗 说了 他说什么 他说以后再有陌生人敲门 先别开 把摄像头开开 再开门 来喽 谁呀 你好 查燃器的 你们这是在录我呢吗 我们记录生活 拍博物呢 嗨 来来来 进来吧 进来吧 家里来那个 查燃器的了 如果你要实在不想见左大剑 我跟他们说的 老师 那个贝勒他妈 还有律师都到了 那你把他们安排在会议室 安排好了 嗯 那这样 你想好了啊 再跟我们说 行 那我走了 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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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贝先生的律师 我姓斯 斯律师 你好 我是一帆 请坐 请您以后不要再随便去我实习律师家 更不要硬塞给他这些东西 我就是想表达点心意 对不起啊 我 我给你添麻烦了吧 没事 没事 我 没别的意思 以后您不要这样了 点心掉在地上脏了 钱掉在地上也脏了 你们清点一下 对不起啊 太抱歉了 我真的没别的意思 那个 我客户他不知道 他不是咱们行内的人不了解 你们就别生气了 咱们聊正事吧 行 那我就传达一下那个 我们当事人这边的意见啊 大夫也说了 说欣欣这个身体 还没有恢复到百分之百 还需要一些个时间来调养 如果说他恢复好了 然后他同意跟您见面 我们会安排时间 安排场地 但是在此之前呢 还是希望您先别打扰他 别打扰他 您是我律师 什么事都让我清理清理 你要能干就干 不能干 退钱走人 不能干 您先别生气 我继续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停车 那我就先下车了 下班一起吃饭 吃 都没菜了 老师 四律师说想约我单独见一面 你就跟他说 我不让 这边还有吗 别这么多 我故意背了 他妈又给他压力了 太难了 那咱这行啊 客户让咱约对方约不上 那就是被动 可不是吗 面条您吃吧 行啊 你随便帮我点一碗 您好 您好 您来一个这个 肥肠面 好的 真了解我 那咱俩 因为我也想吃 好的好的 请稍等 行行 请稍等 好 左先生您好 左总 来 您坐这边 好 去把左纳角来 好 坐吧 你们聊吧 我帮您算过账了 这笔钱是您给劳春雪女士的 您和她的婚姻按市场价算 就值这个价 就值这个价 你为什么把我微信杀了 还有电话 你不想认这个铁了 我帮您算过账了 jadi 这笔钱是您给劳春雪女士的 您和她的婚姻按市场价算 就值这个价 你为什么把我微信杀 为什么 你不想认我这个爹了 我很难过 真的 咱们俩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能不能别一见面就算账 如果您不同意不答应 我们就法庭上见 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 那我所有的家业部都是你的 对吗 真是法庭判 那未必能依旧开 那就判好了 您的公司估值会大幅缩水 您的商誉也会大打折扣 您失去的一定比现在多得多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把你爸爸弄成这样了 您不同意也没关系 您好好考虑一下吧 如果您执意要上法庭 那我们下一次见面就在法庭上见 回来 你同意了 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我闺女呢 这是我的遗传基因 就算清除于蓝色于蓝吧 挺好 你确定 要跟我法庭而接 你知道当初为什么让你学法力吗 我就是为了有着意识 能做我的作保务 我怎么也没想到 你回来 使了挑我脚筋 断我胳膊 我ろう 你放心 我爱你 你不笑 这下七 Robbie 你懂才edar 你是这老一子 我并承认你 我当初 已经立案了 咱们现在就等着法院 等他们这边消息就行 行 有事您会跟我说吧 小潘律师 孙律师 您上这儿忙来 您别叫我律师啊 我现在还是实习律师 实习律师他也是律师呀 你去哪儿 我开车顺您 那您甭客 咱不顺那儿 我这都没说去哪儿呢 我也没说去哪儿 您就说顺那儿 我稍待手下 行了 司律师 您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那个是这样啊 小潘律师 我了解过朱欣欣的家庭 他是受害者 对他来说呢 公正是经过漫长的程序正义 最后所获得的一纸判决 还是说现在即刻得到一大笔赔偿 贝先生家里非常有钱 而欣欣据我了解 他只是一个小的三线城市的普通家庭 确实是 而且还因为这事给他爸也气病了 他妈四处借钱 现在还出去打零工 现在家里穷子都快接不开锅了 连律师费都交不起 还得申请公益法律服务 所以我真心学着 出去谅解书对双方都比较好 要不你劝劝欣欣欣 还有欣欣的母亲 四律师 我 咱们都是同行 我也不跟您说难听的话了 对 咱们现在是各为其主 您有工夫劝我呢 不如回去劝劝贝勒 让他毁罪认罪 因为我这边我也做不了主 我得等欣欣完全康复以后 得听他自己怎么想的 这才能做数 而且我也觉得 不应该劝人家大度 这个与我做人来说 我接受不了 跟人家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吗 方便也得看给谁 要是总给坏人方便 那不就给他惯得更坏了 不是 行了 重的话我也不说了 咱们都是同行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严禁于此吧 您忙啊 行 别说 您还真喜剑 你还笑得出来 气死我了 给我着急忙慌地叫回来 就就就就因为这事 这是小事啊 是 玉玛 我花了九九九九百九十九 拍了这么一套婚纱 差一千几块钱了 差一个钱一千 气死你了 气糊涂我了 行行行 您别生气了 不想您把那电子版发我 我给您精修一下子 不想 那您想怎么着啊 我要告他们 我跟他们说了 我儿子是律师 我要告诉你们 往死里告你们 哎哎哎哎 您不能这么说啊 您别老出去瞎给我懒活 你知道吗 不是拍着玩干嘛使啊 复婚 怎么着拍着玩 我们复婚就不能拍了是怎么着 能不能拍 我错了我错了 这给我爸看了吗 没有 还看呢 看什么看呀 把我拍成这样还看 您啊 您得给他看 万一我爸觉得给他拍挺可爱的 我跟你说 最可气的是 那些人告诉我啊 说不是他们拍成这样 是我长成这样 你说 我长成这样吗 你妈我长成这样吗 行行行 您别想起来 人家 小年轻不会说话 大人不计小人过 行吗 什么呀 我更得告他们了 那您告 您 您告 您有什么诉求啊 想告诉什么呀 两个 一 赔礼道歉 二 当面啊 当面 二 你给我重拍一套 行 那这样啊 您说这个呢 我也赞同 但是呢 我就不掺和了 好吧 您另行高明 让我爸 去给您打这棺子 行吗 让他跟人说 行行行了 你也知道 你爸那个什么脾气啊 他弄这个呀 我就不麻烦他了 这什么意思啊 怕麻烦他 所以就麻烦我 这什么道理 您真行 什么麻烦你啊 儿子 妈就让你弄一个诉讼状 写几张纸的事 你至于吗 哎 您说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我说咱家那 稀里姑拔的银 有点那芝麻绿豆大体的事啊 都都都找我来了 来来来过来 妈 请坐 我跟您好好分一分一 这几篇诉讼状 怎么不好写 咱先说准备工作啊 首先我们得确定这个案件涉及的基础法律关系 按由还有诉讼请求的法律基础 然后我们得查询一下客户和被告的基本信息 以确保起诉状上列出的当事人的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紧接着我们得根据客户提供的证据和可证明的事实进行分析 选好哪些跟本案有关递交给法院 并把这些证据制作成证据清单 不说是什么多呢 我说没说完呢 早上呢 这才刚写完这起诉状 起诉状写完之后 还得把上面的内容和递交给法院的证据清单进行比对 完了之后还得跟客户核实 您在这起诉状上提到的那些个可证明的事实 有没有证据来证明它 这个证据能不能出事 而且这个证据出事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行了行了 你就告诉妈 需要多少钱吧 那就不是钱的事了 就是钱没给够的事 我怎么跟您说呢 这案子就没法告啊 怎么都没法告啊 不是您怎么说 说人家那个影楼没给您派成大美妞 然后您就生气了 这不行 就是好比说您买票看电影 看完了出来您骂街 怎么骂都行 您说那个演员不会演 说导演导致不好都可以 但您要退票您找谁退去呀 怎么不能退啊 就我跟你爸那会儿养初的时候 我们上台刚演一会儿 有一个男的就在下面 得喽得喽 你爸马上就停了 就问人家 大哥您什么意思 嗨 你这太老套了 我看过 你爸当时就给人退票了 把钱都退给人家了 让人走了 先问求助是谁再给开 开开不就知道是 现在是特殊情况 你又欠人钱了 我 我欠谁欠 我怕有人进来给我欠 好 给钱还不可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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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欠了 欠了 欠了 谁呀 周欣欣 请问判员在家吗 我 我同事 自己人 天天 这 这我妈 阿姨好 这是朱欣欣 我同事 您进来吧 那个 妈 不 您那个 先回去 我 我们俩有点事 好好好 我 我 我走 我走 来 进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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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嘞 我 我扶你一把要不 我没事 没事 啊 行 我刚从我儿子这儿出来啊 我看见一女的 去找他了 咱儿子真行 还挺有女人缘的 阿姨 霓南 来找潘妍啊 她不在家吗 对对对对 霓南 阿姨有事问你 你吃饭了吗 不 你吃饭了吗 我没吃呢 那 找地儿 阿姨请你吃饭 不用了 阿姨 咱们回家说吧 不不不不 阿姨请你吃个饭 阿姨没跟你一块儿来 她白天找了份工作 咋啦 啥事 我不想 亮剑 晓妻儿 stup 飞了 非常改性 她跟我们说过很多次 要给你最好的生活 就是希望你能原谅她 我们知道你和妈妈 现在是租房子住 我们给小贝和你准备的婚房 送给你了好不好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 我们又有个时间 办理一下过户手续 之前小贝跟我说过 要跟你结婚 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彩礼 你给我个账号 不管你结不结婚 阿姨都把这笔钱打给你 谢谢 这还是我 阿姨求你原谅我儿子好不好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尽全力满足你 我妈应该也跟你说了 从我家里这段时间 确实是挺困难的 就我爸病了以后 花了挺大一笔钱的 然后现在 也没办法工作 就没有收入 家里 所以 弟弟本来想出国念书 现在也去不了了 就 如果他真的能给我这笔钱 我家应该能好抽一点 你 那你 觉得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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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也吃啊 给你 来 来 谢谢阿姨 多吃点啊 辣吧 这锅里是挺辣的 来 喝点这个牛奶解辣 行 阿姨您是不是有 有什么事要问我呢 没有 没什么事 来 多吃点 多吃点啊 行 我自己来我自己家 来 攀岩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我的了 我不知道啊 我没问过他 他也没跟我说过 哦 那你们现在不是住一起的吗 我们非常尊重彼此私生活 私生活 看见都有私生活了 阿姨您别误会 嗯 我确实是没看到有哪儿来找攀岩 除了之前的交友 那你跟阿姨聊聊 你们律所 有一个叫住新鲜的呗 你认识新鲜 算认识 嗯 她的案子 涉及到个人隐私 我太方便跟你说 她的案子 她什么案子 阿姨 基于律师的保密义务 确实是不能告诉你 如果我能说的话 我肯定告诉你 哦 保密啊 哎 对 你保密 那阿姨今天给你吃饭的事 咱也保密 好吧 嗯 好 我回来了 潘岩 去哪儿了 回来了 你干嘛去了 灯也不关 哎 怎么无精打采了 你鞋都没换 有情况了 骄傲找你了 楚新鲜 真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吃火啊 刚才啊 她跟我咱家走啊 她怪不得你妈把我拦住 非要找我吃火锅 原来是给你们俩 创造时间的 我怀疑啊 想哪儿去了 你欣欣找我来是为了正事 什么事啊 她想跟贝勒签亮姐叔 谅姐贝勒 我没听错吧 贝文勒把欣欣害得这么惨 我也这么想的呀 我也希望重判贝勒呀 她妈妈可说了绝对不原谅 能判多重判多重 不是吧 欣欣刚跟我说了 她们家现在的情况吧 确实不太好 她爸因为这事气病了 现在都住院了 那她爸那工作是她们家主要的经纪来源 完了她弟弟本来还有出国留学的 现在也搁置了 她妈天天的出去打工贴补家用 那欣欣自己还得看新的医生 这不都是钱吗 那你能确定这是欣欣的真实想法吗 已经不是是不是真实想法的问题了 你要说原谅那欣欣压根不可能原谅贝勒 那怎么办呀 她家现在就是得需要这笔钱 可这是正义的成本 坏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谁不乐意看到坏人受惩罚呢 可是这成本 这正义的成本是你掏吗 也不是我掏 是人欣欣自己个儿掏 确实 不过你说贝勒这小子吧 真够坏啊 你们现在就跟欣欣那非打即骂的 如果要是没让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让她觉得无所谓 随便犯错随便犯法 反正她妈那一掏钱 这事就平了 那以后她不得杀人 所以我才说 这贝勋论必须得受到惩罚 那朱欣欣他们家的情况怎么办 不对 我说坏人必须得受到惩罚的时候 你说好人可怜 我现在觉得好人很可怜了 你又说坏人得受到惩罚 不是 左依勋你又也是你 你到底怎么想呢 我要是想明白 我不就告诉你了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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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最近来得有点齐呢 你又加班呀 哦 跟你爸见面了吗 见了 谈了什么 就说法庭见 老璇来干吗了 哦 他就是跟我说 你跟你爸谈了 没谈成 他怎么知道的 你舅自从跟你爸不对付 老璇就自学法律 还过了法考 他去见左大剑了 他跟您有利益冲突啊 您跟舅虽然都跟左大剑有纠纷 但是利益不一样 您和左大剑这是 婚姻纠纷 财产纠纷 他们是股东权力行使 公司决策权问题 您要是把左大剑告垮了 那是不符合我舅的利益的 严格来说 我跟左大剑有纠纷 我许到可以说 我说我可以帮着 你还是把杅虽然的 暗暗地 对我说 你们真的确定 Further 我在想 我认为 你 我呢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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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知道 左大姐正开会呢 行 行 行 我马上通知她 好嘞 好嘞 几百号的员工跟着她 在那边工作 大家都靠这个吃饭 企业垮了 公司垮了 这几百号人招谁惹谁了 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你有事吗 老师 那个 左大姐客户刚打一电话 说她一会儿可能过来 现在没空 行 行 那 那客户来就我接待了 不 这不算抢你客户 不算 行 行 行 来 聊 聊 你怎么回事 这么激动 我也没能明白 问我呢 问我 问我 这您就别卖关子了 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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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态度你这是 你这是想知道真相的态度 行 行 行 小天 你知道里边怎么回事 你快说的 不就说了 我也不知道 你 你不知道 你让我问你 咱没毛病啊 他让咱问他 没说他知道 就是 你不知道 羊肉 羊肉 你怎么欠呢 你怎么欠呢 你 来了 这是 这个 对了 好 这个 好 好 好 那你觉得 左大建阳付出什么代价 你才觉得公平 您让我去找左大建摊 摸清他的底牌 知道他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然后再通过我妹 我舅舅 去说服我妈 接受和解方案 完美无瑕 你怎么办 主任 主任 余月月 我想跟左那说两句 您坐 左那 我要先恭喜你 听说你通过面试了 正在办职业针 谢谢主任 你妈终于松口了 愿意跟我们谈 你功不肯吗 这个案子 如果左大建不是你爸爸 捞春雪不是你妈妈 你觉得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尤其是 当他们的感情消失了 主任 还是 我爸爸不是感情消失了 是欺骗 是背叛 他让我妈相信 他一定会回来的 结果我妈等了他那么多年 他不爱了可以早说 为什么要好我妈半辈子呢 所以他是过错方 过错方要承担过错的代价 所以我们做律师的 要先分清对错 然后给这个错误定个价 我们干的就是这个事 体现我们的价值 就是怎么去帮助 这两个曾经 许诺过要共度一身的人 让他们能够体面地分开 把伤害降到最低 最少 我知道你哪里过不去 你认为 左大剑 蔡小蕾做的事 对你的伤害 对你妈妈的伤害 是给你们多少钱 也无法弥补的 当时你妈坚持 一定要起诉她 吞不下这口气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一牙还牙 一眼还眼 当初你给我多大的屈辱 现在我加倍还给你 我理解 这种心情真的我理解 但是身为律师的我 我有一个原则 民事纠纷 一定不能拱火 我一定会等到 双方都冷静下来 我才会提供一个 和平公正的解决方案 我知道 你一定认为我们利用了你 害 就算是真的利用了 我们也不会害你啊 或者害你妈妈呀 你认真地想一想啊 如果真的打这个官司 固然对你爸不利 但是这个结果 一定是你妈妈 愿意看到的吗 我实习的时候 结过一个案子 传难 我们去谈赔偿 受难家属一见到我 就问 多少钱 一条命 你能给我多少钱赔一条命 我被问傻了 我老是告诉我 生命是无价的 赔再多钱也无法弥补 失去生命带来的痛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还跟他们聊什么呢 我老师又说了 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 但法律的赔偿只能是有价的 我理解了 如果在野蛮社会 那么就是 谁造的船 谁开的船 杀了 谢罪 但是如果在封建社会 那那个蔡小蕾 立刻陈堂 你爸爸 始于贫贱 忠于富贵 他连离婚的权利都没有 我们活在文明社会里 文明社会是讲法律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 野蛮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你说是吗 主任 无论他们是离还是不离 都不用再跟我说了 这是他们的私事 是律所的案子 跟我没有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呢 你应该这么想 不管离或不离 他们都是你的爸妈呀 你们有血缘关系的 在法律上有赡养义务 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好了 你还是要管他们 你还是盼着他们好吧 这样将来你还可以 多继承一些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 你爸爸有 真的 他委托我们和你妈 谈离婚协议 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 保证你的财产 保证你妈妈过世后 房子归你所有 你爸爸有的时候挺有趣的 他说啊 他是个俗人 俗人只知道用金钱 去表达感情 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会要做大件的东西 一分钱都不要 小姑娘 话别说那么绝 也许有些父母不了解 子女的感情 那子女也未必能了解父母啊 我们做律师的 经常有一种无力感 那就是 不管你做再多的努力 都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 是你想要的 所以有的时候 服势一点 对自己好 与你共勉 谢谢你 你让欣欣欣了解书了 不是我让的 欣欣自己要签的 不可能 她为什么谅解啊 你都把我逼跳楼了 我还得谅解你 有这种事吗 你说话呀 你怎么不拦着点啊 拦不住啊 总大姐 潘岩 让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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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这是欣欣自己的决定 不 那应该拦着点啊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人家当事人自己都愿意原谅 你什么身份啊 你一个被委托人 你凭什么懒啊 是不是 当事人糊涂 行不行啊 重心心啊 她什么脾气 什么性格你不知道啊 小天 您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不是 潘岩 你和左娜姐为了这事 不说是出生入死 也算是镇住虎穴了吧 努力半天费这么大劲 是为了给那姓贝的绳之以法吧 不是为了给她一个机会说 花钱就能买从经发落啊 这 这你们能冷静 我冷静不了 那你要是真冷静不了 你赶紧给人信心找个地儿住去 给人租个房子什么的 包括她妈妈那个工作呀 工资也拟开 还有她爸都在医院什么的老去 你到时候把那个医药费也都付了 那冷静不了 那就行动落实实处嘛 咱捐款 行不行 还有 那叫 叫什么 什么仇 不 胡人还能让尿憋死啊 人家当事人都同意谅解 同意接受赔偿了 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我们是不是应该促成谅解 为当事人争取更多的赔偿金 那社会正义呢 逞口洋善呢 帮受害人要到高额的赔偿金 也算逞个杨山吧 我跟你说 你就是跟舒玉南待多了 都给你带坏了 跟 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问你 你为了这事付出这么多 各种调查 取证 你就差当我底了吧 结果呢 谅解了 一个害了无数良家女子的恶棍 被谅解了 你甘心吗 小天 派言他就算不同意 但是同意签谅解书的权利 在欣欣手里 只要欣欣同意 我们所有人只能尊重了 那合适没有 这是不是欣欣的真实想法啊 他知不知道签了谅解书之后的 法律后果呀 欣欣当然知道了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得 我不说了 好吧 我 我复印去了 我不说了 但是我让你封销 好 对了 小艾姐姐那事 怎么样了 他后来又打一电话 说不来了 不是我编的 是 人真不来了 不是 这事他确实是真的 我主要当时看 你跟我老师好像 挺激动的 想让你们俩平静平静 你帮我看看 我不看 怎么求你呢 您不是跟左大健有约定吗 你爸让你看他 他说这个离婚协议书 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说签之前 一定要得到大家的认可 没有没有信得过的人 除了你 有两种 一种就是民政局 一种就是法院 法院 为什么 民政局有三十天的冷静期 您容易胡思乱想 去法院 向你们这种事先签订好 提交的 跟法官申请一下 说不定当天就能出去调解书 当天就离了 速战速决 那当然是法院 除非您还想再冷静冷静 不 我冷静过了 我和你爸 爱过恨过 我和你爸 我和你爸 现在不爱了 现在不爱了 也不恨了 也不恨了 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您真的能原谅他吗 您真的能原谅他吗 现在不爱了 也不恨嘛 你是不是想问这个 您真的能原谅他吗 就是 来 吃饭吧